欢迎收看东章西望 今天有多25名人士确诊新冠肺炎 当中要留意马沙百货群众 又增加了三名 其中一位男确诊者是没有去唱K 结果全公司有17名员工需要送去检疫 我相信那位男士去唱K的时候 都没有想过唱了唱K 就搞到公司有这么多同事一起要去检疫 为了安全着想 政府都宣布之前经已公布过 要关闭的娱乐场所 要再关闭多14天 暂定去到4月23日为止 这段时间大家都会少了娱乐 但希望大家都要忍耐一下 希望疫情可以尽快看到曝光 非常时期有这个措施可以理解 但业界都说 在发放讯息那一刻 可否统一些不要那么混乱 就像美容业界停业的消息 一时一样 令到他们都说很难触摸 上星期政府突然宣布要封美容院和按摩院 不过最终没一回事 但出但入 今早早政府又再罕宪 指美容院和按摩院 由星期五四月十日开始 到四月二十三日期间 都要暂停营业 为期14天 上次事出突然 美容业界事前没有收到政府通知 原来今次都是一样 超级无奈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宣布 我们昨天傍晚 还跟这个职位局 徐副局长开会 昨天跟他开会 有一个很堪步的要求 就是说 如果再进一步对业界 有些什么措施行动的 请通报一声 最好又有个商量 没有商量都通报一声 但是想不到我们昨天五点多 才来开立法会 都说好啊好啊 但完全没有消息 今天又在传媒那里 我们才知道 我们又被停业了 我们是想问 究竟你的停业的标准是怎样呢 其实说不到的 好了万一你停业 你有些什么补偿措施 你会怎样呢 又说不到的 所以其实我们昨天 是充满移民去 也是充满移民走 我们多数都有预约的 那些安排做好些了 其次就是那个停业的期间 如果有一些回忆投票到期 或者那些聊天的日期限期到那些 尽量都是弹性处理 帮他们自动延后 那我们现在都积极准备 譬如我们的会都已经帮我们的会员 在复工前会做一些消毒涂层 业界也都担心 若果政府的补助不足 引起的结业潮将会牵连甚广 你那个补助措施一定要做得足够 你补员工 但是我的企业都倒下的时候 还哪有员工呢 那帮就不再是员工 是失业大军来的 如果你的美容院真的出现了一个 结业潮 坐人生的不单止是企业和员工 还有给了钱的消费者 买了療程那些 而美容业中也都包括美甲 行内有大量的自雇人士 有美甲师就担心 政府的补助措施未必帮到手 我们都愿意配合的 但是问题是 你现在的感觉就好像 你阴点阴点 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4天之后你真的会继续 让我们营业回来 美甲这个行业 其实很多都是铺蛇仔的 就是几百元几百元去做一个生意 还有很多都是自己 租人来美容院一个地方去做的 就变成了我们很多 就是要申请政府的东西 我们都未必有的一些证明文件 申请不到的话 我相信都有很多 因为很多店铺那些都是一个人 你不是很多家都是连锁大的 我想都起码有六七十个百分比的人 是这样的 就是过半数的了 我希望他真的考虑清楚 要怎样去补助我们 暂停营业14天的限令 也都适用于按摩店 跟其他行业一样 疫情令他们生意大跌 这次的限令对于他们来说 可以说是雪上加上 心情当然是非常沉重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你又说开又说不开 现在搞得我们又说不能开 我们登油火楼、铺租 伙计人工我们都要付 对不对 你不要反口複舍 我说还有一样东西 希望你政府就补贴给我们 帮下我们这些叫小业界 这间按摩店也有聘请盲人技师 因应疫情 技师们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开工了 盲师傅他们都要吃饭、生活各样的 师傅也应该有打回来 我什么时候能开工了 但是没办法 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也暂时要休息 至于他们的生活费 其实我们也有着想 给他们一点点 因为始终一样东西 就是他们 不要说手停、口停 而是希望他们的生活也好一点 除了美容和按摩业之外 之前下令关闭的戏院、健身中心、酒吧和卡拉OK 都是这次疫情的重灾区 政府刚刚出炉的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 就帮助业界 透过资助 政府会代雇主向员工支付薪金 上限每月九千元,维持半年 希望压止财元朝 公司也不会倒闭 卡拉OK集团四间分店 三百多个员工要轮流放无薪假 疫情之下真是每天都白交租 我们卡拉OK行业 我们的铺位基本上都是位处于黄金地段 而我们所有铺位都会过万尺 在这个疫情期间 当然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资助我们六成的租金 另外业主和投资者可能各占二十个percent 因为我们承受的租金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另外在员工那里 你都明白因为我们营业时间比较长 比一般的饮食行业长 所以员工也都会比较多 希望在员工方面最少可以资助百姓的薪金 那么长时间的疫情当中 我想你问过红角业 其实他们都最好可以补贴一百个percent 限聚令延期到今个月二十三号 少了人上课 这块钱又帮不帮到一直在疫情之下 受不了的自由身运动教练呢? 暂时看可能对健身业界是比较杯水车身的 因为现在香港就有一千间的健身和运动场地 大概有两万个从业员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freelance教练 或者他们的薪金是用bonus加底薪去计算的 所以这个措施未必帮到手的 其实我觉得就算100%都未必完全帮到手 原因是大部分的健身场地 租金是几万元起到过百万的 那拿到中位数大部分租金是十几万到几十万 反而租金是最大难题 我想很多部分的freelance教练都未必受惠到 因为就这样看措施 他未必是保障freelance教练的 最主要就是说 虽然我觉得政府的措施本来是好的 就是你补就业 但是问题始终经营健身中心最大的支出是租金 水电费或者其他一些费用 而这些费用你没有减少的话 对一个经营生意来说是很困难 生意大部分跌五成至八成 虽然有些老板都说 业主肯减租一成至三成 但也有很多业主未必减租 所以他们都有信息透露 如果一次要停28日的话 可能就会经营上有很大困难 那除了运动教练受影响之外 专业运动员都被影响到 因为他们不可以出去训练 那怎样呢 留在家里早上训练就要做 就像安娜那样 我看到她在后花园上 放了两张椅子 跟妹妹在拆球 想不到旧王的妹妹也拆了两下 对 至于意大利这位泳台美女 大家真的想不到 原来可以这样练水 做完热身 戴上泳镜之后 跳到床上开始游 厉害 游得很快 还有一位华丽转身 厉害 所以如果想操练的话 没什么能阻止他们 看来各位运动员都用尽方法娱乐大家 至于他们每晚10点半都紧守崗位 妹妹 自己都笑 哈哈哈哈哈哈 娥姐 坤哥最近合作拍剧飾演母子 今晚踩过街 齐齐向阿姐挑战 录影娱乐大家10点半 没玩正式游戏之前 两个先来热身游戏试玩 之前坤哥斗胆叫娥姐天娥 现在又再扮女装 摆明跟娥姐练过 你这个天娥 娥姐 娥哥不是我 你尽快被梁飞盘弄死 娥姐 我这么为你 我为你四心探情 奥连知什么 哇 玩游戏 你用不懂得这么抢 我姐 你说是吗 不是 我应该扮老爷的 调戏 调戏他 是吗 是 你把镜子都抢了 不是 其实每个人都要做头 那些男孩 那些男孩很懒 只有我才专业 是吗 投掃人电 坤哥 真的针对姐东文 娥姐 你评一下她的电影 做得好吗 可以的 差了一些对白 对 你刚才那个刨敲 可不可以再演绎一次 是怎样的 是这样的吗 不是这样的 是不行 不行 不是这样的 再来个 不是这样的声音 不是这样的声音 高一点的键 是 对 她的耳末会穿 是 娥姐要多知道 不是 刚才她说 我们赢了 抱 我说 是这样的 不是 她因为想着跟你分的奖金 她刚才还说 如果我们赢了 那些奖金是谁分的 真的 很专业 对啊 我还没签过箱子 走了 那现在怎样 究竟是谁分的奖金 我不知道 没所谓 考定妈妈的 行了 开工吃饭我了 不要相关 试游玩到这么狂 正式不得了 娥姐和坤哥 究竟最后玩了 娱乐大家哪个游戏呢 今晚 娱乐大家10点半揭钟 回来东张西网 今次的疫情 可以说影响着 世界各地的娱乐事业 而我们今年的香港小姐 也宣布要取消 就是我们48年以来 第一次停办 对了 不过网民的焦点 就下去,史上出現首位的臨庄港姐 她就是2019年度的冠軍王家文 有人問,如果多做一年港姐 她的好處是否可以多履一年她的事命 香港小姐的事命就是做親善大使 而以下這隻大象的事命是甚麼呢 當然古民就會覺得她的事命當然要派息 2020年4月1日,愚人節 匯豐銀行和古民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 當日匯豐宣佈不派息 但無奈的是這次不是玩笑 沒有,都沒估到就先保持 突然取消,對股東來說是一個比較大的打擊 新冠疫情令環球經濟大受打擊 匯豐因應英倫銀行旗下的監管機構要求 宣佈取消2019年度第四次股息 兼甲公佈今年都不會派息 消息一出,匯豐股價受壓 當日收市跌穿40元大關 報39.95元 不少散戶都要急貿對策 Daniel,你對於匯豐未來的走勢 你怎麼看呢 其實看得不太樂觀 因為歐洲方面的經濟狀況都比較差 可能大家會比較關注 在疫情的影響之下 很多企業都可能有機會捱不住 有機會破產前會出現 對於銀行來說 不良貸款會有機會上升 即使撇除這個因素 其實匯豐的經營環境 也不算太理想 因為不是我說不派息 是匯豐說不派息 你說我給錯意見 我覺得不太對 資深投資者湯文亮 曾經在2018年3月撰文 主題是 匯豐150元不是夢 未篇文章 近日竟然成為匯豐不派息的 一大焦點 有網民說他亂說 有網民取笑 甚至指責他 當時亂點朋友 不要買樓轉買匯豐 問他怎麼對得住那對夫婦 我自己做地產多 我說當時買樓 就覺得樓價也挺高 而且樓是要借錢的 當你2000萬樓 你要付1000萬 你如果1000萬要借 如果你是這樣的環境 不如你買匯豐 當時70多元 每年都有幾元息給你 你的息都差不多夠交租了 三年之後才看 還有一年 有一年看, 楊是輸了就不知道 這間近有五十年歷史的 匯豐銀行總行 將會決定在今年拆卸重建 1902年的時候 這間銀行是在皇后大道中的 大廈的外形跟現在這間 完全不同 現時在得庫道中的總行 就建於1934年 而且還是由當時的 港督皮路主持田基的 分行達到298間 就在去年1983年6月30日的資產總值 4283億港元, 這麼厲害 海資的實力是挺雄厚的 這座樓高47層的匯豐銀行大廈 裡面真的有很多很有趣和特別的地方 無論是外貌和內裡的設計 匯豐銀行大廈都給人一種太空寶類的感覺 大家熟悉的第四代總行大廈 在1986年啟用 是當時全球最愚蠢的建築物 說到匯豐銀行的象徵 又怎麼少得門前這對銅獅子呢 很多人都以為這對獅子在香港做過 其實不是的 這對非洲獅子是1935年駐造的 而且聽說還是從以前 從上海匯豐銀行搬到香港 由於他做完匯豐 早已成為遊客和本地人 拍照的熱門地方 匯豐宅根香港超過150年 很多香港人都特別鍾情 第一個銀行戶口 出糧放了錢做儲蓄 很多時候都會選匯豐 這隻大笨象 更加是不少投資者的心頭號 市值夠大, 股價穩定 又可以長期收息 而匯豐在恆生指數的地位 一直都舉足輕重 它佔了恆生指數的 大概24% 可能已經佔了恆子的升幅 差不多8.5億 所以它真的很影響恆生指數的上落 不僅市民 很多明星都會有一、兩手匯豐握手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婆娘的 經常聽人家說 有錢就買匯豐 有錢會留給兒女 所以我不同時候都會入 差不多二十手道 二十手道, 你是甚麼價位賣匯豐 我也算好一點 我在五十多元買的 其實因為我完全不懂得投資 是我媽媽身邊的朋友 是 有說說 我已經很聰明了 都有一些很低的 真的五十多元買的 我還是放下它三、五年應該沒事的 完全是晴天霹靂 早上一睡覺一抹大眼 沒有息收、沒有出息 2020年匯豐相透股民心 十一年前金融海嘯同樣令很多股民失望 當時匯豐股價遭受前所未有的衝擊 股價由2007年曾突破150元 至09年3月跌至最低33元 震撼整個股市 亦令股評人胡孟青在直播節目中 當眾樂淚 這次的事件 我們真的可以說 欲哭無淚, 眼淚在心裡流 感情是有的 因為我自己也曾經是匯豐的員工 很多舊同事 其實他們儲了幾十年 每個月的薪金裡 都有幾個百分比拿出來 是在一個共產生計劃上的 上次是替他們覺得好, 拿著… 這次我們也算一下… 這個股價已經是前所未有 差不多那麼低 他們之前儲存的那些貿易 既然除靜了 你不如把末期式派回來 起碼不用先被罵 大家明白的 愛你的股東 對你有詳情的股東 他們都知道你辛苦 但是如果說了要派多少 突然間你拔走了 就好像明明吃倒落到 你現在拿走我 當然會很生氣, 而且很傷心 不離不棄, 長傷私手 匯豐穩健的形象也吸引著麥寧寧師傅 1985、86年 由寧寧師傅一踏足社會打拼開始 他就已經有以匯豐作為長線投資 匯豐其實真的很有感情 因為匯豐銀行、獅子銀行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香港人的銀行 小時候, 你那個紙紙錢 是由你小朋友的時間 爸爸就買下來就說 如果你要存錢就存在這隻獅子上 香港打工仔 不打工仔也會有他的戶口 我們自己年輕的時間 前輩教來, 如果你要存錢 那你就平均去買入一些籃籌股 沒有等什麼時間 和存錢是要你拿起了才去用 不是聖鮮梨草, 就會好一點 還有, 大家有信念的 就是聖誕中買匯豐 所以一到聖誕的時間 即是年底的時間 亦都會有這個做法 那是不是 如果以這個感情分來計算 如果他的情況 可能遲些會再差一點 都會堅持下去, 繼續支持他 是的, 真的是長相私手 打算一直放在這裡 一直拿著在手 是不會悶馬, 也不會賣走的 而且跌到這些位置 有些手癢癢想上比賽賣 不過投資角度來說 似乎未必很適合 但是感情角度來說 又想再擁有 經濟學家珍淵倉 都是匯豐長程股東之一 亦都一樣表明會繼續持續 我第一次買匯豐是1990年 剛才來到香港也沒多久 覺得不妨試 當時就買了一萬元 四個多元 之後又發生了更有趣的事 就是匯豐宣布收購買特勒 又再跌一次 第二次那個跌 我不是只拿一萬元 我就直接分身去掃貨 把身邊有的錢全部去買匯豐 當時拿到差不多10萬元 那麼多 曾淵倉現時手上 仍持有幾萬元匯豐 他認為今次只是短期不派息 等疫情過後 相信會回復派息 從2016到現在 他的管理層是公開承諾 每年批四元 因為他每年批四元 是相當穩定的 這樣就比其他的高息股好 也有可能爭持看看 他有沒有什麼新的改變 匯豐和香港 一起經歷過光輝歲月 希望這隻陪著香港人成長的大象 能夠額立不倒 獅王能夠再發光旺 衝心希望 匯豐的風光日子快點回來 代表香港的經濟可以重生 受傷的獅子正在休養 期待王者復原的一天 繼續跟香港一起向前 他又裝了箱搬走 你看到有些市民都很傷心 希望他快點修復了 又放在漂亮的時間 我自己會覺得 無論是精神上 又或者真正在股價上 都會好一點 說好的派適最後沒有 當然股東是接受不了 至於今早也發生了一件 不可思議的避困事件 一名十六歲的少女 懷疑是貪玩 就躲進了一個 妄救的智能儲物櫃裡 結果需要同行的兩名友人 向保安求助 對,我看到那張照片 那個儲物櫃很小 為何突然塞進去 他應該是想表演他的縮屈功 又不是想很有創意地 演繹甚麼叫做完美的自我隔離 但乖乖,如果自我隔離 就要留在家裡 好,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同樣時間 跟大家繼續東張西望 拜拜